工作人員正為了2627兩天的義賣來趕工佈置 所成立的這些農漁產品 中秋禮盒跟柚子是這次的義賣品 所以南洋博物館希望參訪的遊客民眾多多響應 南洋博物館一直做文化工藝的活動 那這邊不僅是南洋博物館 包含南洋博物館的餐廳的廠商 包含說這個小美咖啡 還有這個阿賢塞 然後還有這個沛TV 他們合作一起做一個義賣的活動 這個義賣活動裡面包含說有台灣的這個農漁產 包含有這個中秋祭典的這個我們的禮盒 還有包含我們的蜂蜜等等 這些農漁產希望說來做個義賣 那除了成本所得之外 我們還會把這些義賣的這個獲益的部分 全部捐給我們宜蘭的偏鄉的小學 主辦的電商平台表示透過義賣 除了讓大家認證更多優質的農漁產品 更是從中協助行銷 而所得也會捐給縣內偏鄉小學 另外台灣製的優質口罩也是義賣的項目 自用捐贈兩相宜 這次也很感謝蘭陽博物館幫給我們這個機會 在這邊做一個那個暖心義賣的活動 那我們剛好結合這個我們自己的事業自媒體 還有那個這些小農可以幫助這些小農 把他們自己的產品搬上檯面來 然後讓大家認識他們 幫助他們在地發展這樣 我們這一次的口罩呢 是成人的部分是三百五十元 兒童的部分是三百九十元 那每一盒只要民眾認購 我們就是提拨每一盒都五十塊捐贈給 那個在地的平鄉小學 那如果說是企業或者是個人 他們想要捐贈的話 我們也可以代為捐贈給在地的平鄉小學 以賣時間是九月二十六二十七兩天 地點在兩樣博物館一樓 呼籲大眾一起為台灣的農產品加油 同時關懷偏鄉學童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